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菊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您来看 2024第九届铁路便当节 6月7号到时候 在台北车站大厅盛大登场 总共有53家来自台湾 及国际的参展业者 将呈现各种特色的美食 深入了解铁路文化的魅力 2024铁路便当节 以山蓝海风享食漫游为主题 共有53家来自台湾 及国际业者参展 其中有来自12家日本铁道同业 两家国际美食业者 推出多款色香味俱全的便当美食 国内参展业者也推出各式特色商品 让民众在品味美食的同时 深入了解铁路文化的魅力 第一个是我们日本的朋友 是我们一直以来支持我们这个铁路便当节的 一个友好的一个伙伴 第二个今年比较特别的 是有马来西亚的一个商品 还有我们各县市 今天特别要说明 各县市 我们有新竹县 新竹市 金门县 还有花莲县 有这么多的一个单位来参加我们这个铁路便当节 是我觉得比较兴奋的事情 我有希望有一天全省的每一个县市的县市政府都可以听到今天我在讲的话 以后把你们限定县里面的特别的商品来这边宣传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台铁便当店也将贩售16款特色便当 并推出下半年投入营运的台铁新型观光列车 海丰号 山南号 限定造型陶瓷便当盒 运用创意的烹调方式 以严选在地食材 呈现出别出新材的便当 今年我们推出山南海丰这两个观光列车 各位都知道观光列车其实是在促进国家的一个经济的繁荣 其实它很特别今年要推出 那我们也按照这两个便当的特色 我们开发了各两种商品 这两种商品我们叫做它是山南海丰号 所以山南号就配合了一个叫山珍 那海丰呢就是海味 这个是山珍海味的意思 各位也可以品尝看一下 这个很特别的一个瓶子的一个设计 陶瓷 那我们今年也趁这个机会来介绍给所有的 我们的好朋友知道我们今天有这个活动 也希望大家来参与这个活动 然后也跟好朋友邀请他们来这里参加 我们铁路便当节 铁路便当节宣传影片结合铁道便当与享食漫游概念 由台铁经典吉祥物铁卤 带领观众探索独特的铁路文化 品味各地的美食佳肴 感受旅行中的美好与惊喜 搭配便当食材 献上心理游戏 山栏海风便当PK 以及台铁便当人气票选等互动活动 邀请民众参与这充满独特魅力的美食盛宴 记者林熙会台北报道 台北市大同区公所在永乐广场举办成年礼的活动 是否成皇爷诞成前夕 特别恭请成皇老爷祝福即将步入成年礼的礼生们平安长大 活动现场涌入了300位亲友与民众一起见证温馨且特别的成年仪式 参加成年礼的礼生们用大同区公所准备的香氛按摩精油 为辛苦抚育自己的爸妈按摩双手表达感谢之意 场面温馨感人 113年大同区公所成年礼活动在永乐广场举办 适逢成皇爷诞成前夕 特别恭请成皇老爷祝福即将步入成年的礼生们平安长大 我75岁还没有长大 所以这个成年礼给我们的感动 其实不是说你长大他们长大人 不是 是要你步着父母的路程 知道路是这样走 我们刚刚刚在振的路就有那种感觉 为什么要怎么摸到 我都叫他台湾放在这里就好了 要你感受到团结才有办法 把那个收头振掉 还要告诉你 男生你穿头穿 我们女生来穿后面 如果有兄弟要重新 我们女生比他头穿在后面 都不管 但是就是看出合作的力量 主办单位大同区公所还准备了5000元现金红包 智慧型手表 无线蓝牙耳机等好礼作为抽奖彩蛋 为成年礼活动增添更多惊喜 并且与大道成街区店家合作文化兑换卷 让参加者体验在地产业文化 另外现场还安排精彩歌唱表演 经由按摩孝青仪式 以及成年盛典等活动 带给李生与家长温馨愉快的亲子时光 刚吴文杰讲到一个重点 在爸爸妈妈的心里 我们永远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但是成年礼对我来说会是什么呢 我相信在场有很多的年轻朋友 最近应该很喜欢检测我们的16型人格 MBTI 对不对 MBTI为什么要去检测 检测的目的是自我察觉 所以对我来说成年礼 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 但是成年的那一刻开始 就是自我察觉的开始 我们在16 17 18岁之前 都是我们周边的老师 我们的家长 我们的朋友 给我们非常多的教育 学习很多不同的知识 但是成年的这一刻 我们要开始好好学习 如何自我察觉 大同区公所希望透过举办成年礼活动 与大家共同见证 并欢庆孩子们睡边的重要时刻 并借由成皇爷的祝福加持 让成年礼活动充满神圣的意义 也为里生们登大廊的时刻 增添平安与喜悦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 B肝从阳变阴就代表痊愈吗 医生指出人体内的免疫系统 可能把表面的抗原清除 呈现阴性 但是不能因死掉而清晰 特别是代元者 还是得定期追踪 别因为报告而疏忽自身的健康 B型肝炎表面抗原会有阴阳变化 胃肠肝胆科医师康本初解释 协议中验到B型肝炎表面抗原 即为表面抗原阳性 患者又成为代元者 在人体免疫系统的作用下 表面抗原是有可能消失 成为抗原阴性 但未必痊愈 若免疫力较差的情况 潜藏的病毒还是会清洗肝脏 造成病变 B型肝炎其实是指一种病毒 叫B型肝炎病毒感染到肝脏 以后就变成B型肝炎 它的途径分成水平肝炎 就是人跟人之间 如果有血液的传播 或者是体液的传染 或者是垂直传染 就是妈妈跟胎儿之间的传染 通常是生产的时候 透过产道传染 但它的传染就很特别 不像说感冒啊肠胃炎 是脑上会有不舒服 通常是过很多年 很多年以后才会造成症状 所以是属于慢性的感染 那怎么样知道有B型肝炎 目前你们在看诊的时候 常用的一些指标 其实都是用抽血 其实这些大家要知道是属于一个间接的证据 我们不是真的找到那个病毒 我们都看到的是表面抗原 就是病毒表面分辨的一种东西 或是表面抗体 就是我们人碰到这个病毒啊 免疫细胞产生的一种物质 或者是核心抗体 也是另外一种抗体 那这三个呢 是比较常用来确认这个 人身上到底有没有B型肝炎 但是都只是间接的证据 那所代表的是 如果你抽到表面抗原是阳性的话 可能就是B型肝炎代源者 如果抽到是表面抗体阳性的话 那就是你有保护力 不管你是接受疫苗得到的 或者是那个感染过后得到的 那如果有核心抗体 这个核心抗体 不会透过疫苗得到 应该就是感染过后得到的抗体 医师举例 一名三十多岁的男性 从小就知道 自己有B型肝炎代源 但今年公司健检发现 B型肝炎表面抗原呈现阴性 好奇B型肝炎是否已经痊愈 医师认为不能因此掉以轻心 过去就曾经有民众检查阴性后 就不追踪 最后回来就诊时 已经得了肝癌 三十几岁的先生上面 他这个 为什么他是原本应该就是表面抗原阳性的 那他这是变成阴性的 其实在我们人体免疫的反应之下 这些表面 我说表面抗原原本是阳性的 应该变成表面抗原阴性的 那在我们免疫系统的作用之下 是有可能出现这种现象 就是阴转 就是功能性的痊愈 那这个时候到底是不是已经完全没有病毒 其实还很难说 有时候肝脏内还是有B型肝炎病毒 只是曲曲下风 那当免疫力变差时 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不是免疫力变差 是目前有一些新的药物 可能就是免疫抑制的药物 那这个表面胖原就可能抗原 从阴转变成抗原 重新查到 那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 人身上它的表面抗原是阴性的时候 有几种可能 第一个就是真的没有感染过B型肝炎 那第二个就是曾经感染过B型肝炎 但是因为免疫系统的作用 已经功能性痊愈了 大概这两种情形 那总而言之 碰到这种情形 我们还是要小心 因为它虽然表面看起来 表面抗原已经阴性了 但是不代表它没有B型肝炎 所以它还是有可能会 继续发生肝纤维化 肝硬化肝癌的机会 这个就是 B型肝炎感染的人怕的事情 就是半性肝炎 肝纤维化肝硬化肝癌 这个都比没有B型肝炎的人 发生的机会来的高 那所以即使是像这个赵先生 他已经也验不到表面抗原了 还是会建议他定期要追踪 超音波肝指数 看有没有肝硬化肝癌的迹象 那如果你是之前没有记录 你也不知道有时候 有没有B型肝炎的表面抗原的话 那你这次验到表面抗原阴性 那你想知道到底是不是 曾经感染过好了 那你可以再进一步验这个 表面核心抗体 ANTHBC这一下 都可以知道是不是 曾经感染过 然后已经好了 那差别在 就是如果你完全没有感染过 你可以考虑打疫苗 那如果你是曾经感染过 那你就需要定期追踪 如果他有疑慮的话 当然就是要进一步检查 那如果第一次发现就是阴性的话 也不能就当作是从来没有感染过 今年如果有家族死的话 比如说家人都常常会有肝病的 不死的话 还是要进一步去检查 目前国健署有提供45到79岁的民众 终身一次B型肝炎筛检服务 民众可制合约 医疗院所筛检 了解自身身体状况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导 许多口腔问题 像牙周病或是蛀牙 都可以透过矫正技术 重拾健康 目前牙齿矫正主要有三种方式 其中隐形矫正与蛇侧矫正 被越来越多人采用 三种牙医部齿饿矫正科医师 林威臣 在记者会上分享这种矫正方式的 优缺点及改善效果 一起来关心 我们的矫正器就是 应在内侧 然后慢慢去执行这样子 透过蛇侧矫正 患者不只改善外观 更重拾口腔健康 牙齿矫正过去总被认为 只是为了改善外观问题 三种牙科部齿饿矫正 医师李威臣说 其实牙齿矫正还有预防 牙周病急蛀牙等效果 甚至能减少咬合干扰 造成牙齿受损 对病患身心都有帮助 这是一个可以早期预防蛀牙的一个方式 这样子 就是那另外就是 当然你不好清的话 也容易潮纳 所以在某些情况之下 某些牙齿 就像刚刚有牙周病 有些可能如果没有清好 可能也会 某些区域会有一些牙周病的问题 这是单纯从蛀牙或是牙周病的状况去看 但是事实上还有一些 比如说像有些咬合干扰的问题 比如说有些牙齿可能太 就是 就是 不是那么整齐咬合 不是那么正 那事实上它有时候 会造成一些咬合干扰 那有些干扰 其实 严重一点 它事实上有可能会造成牙齿本身的受伤 比如说受伤就是可能被长时间被磨损 或者是 甚至造成一些牙齿创伤 那甚至有些人 它 就是本身的 这个颜面的肌肉的一个协调性 它没办法去适应上面有个干扰 甚至有可能会造成 就是周边的肌肉不协调 甚至有些人会造成一些 咬合关节那边的一个不舒服 目前牙齿矫正主要有三种 包括将矫正器黏于牙齿外侧的传统矫正 采用透明塑料制成的隐形矫正 以及将矫正装置装在牙齿内侧的蛇侧矫正 其中隐形矫正及蛇侧矫正 因为其他人看不到病患正在进行矫正 有越来越多人采用 不过这两种矫正方式也各有优缺点 眼前矫正其实重点就是 它优点也是缺点 我们刚刚提到的优点也是缺点 优点就是它可以拿上拿下 那你可以拿上拿下 但是前例就是你一定要带到一定的时间 它才会有一定的效果 所以这是它最重要最重要 我觉得矫正矫正 不管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病例 最重要就是你这个病人一定要自律性 你才有办法去达到它的 预设的接近它的效果这样子 那舍舍矫正它其实就是缺点就是说 它毕竟是放在舍侧矫正 舍侧里面 所以你要有一段时间去适应 清洁来讲 其实最好清洁就是隐形牙套 它是就是那个隐世美 那个其实是最好清洁 因为它毕竟是拿上拿下 它是可以可以 就像我们没有在做矫正情况下 去去清洁这样子 那舍侧矫正或者是放在外面矫正 它毕竟它都会有钢丝在上面 所以它清洁度来讲 它其实是相较于隐形牙套 它是比较不容易的那么清洁 那至于舍侧矫正 跟传统连在外侧矫正的病人 其实它会有 这两个类病人 其实它会有稍微不太一样的地方 因为毕竟外侧的矫正 它外面的夹链膜 它是直接贴在上面 所以其实有些病人 他比较容易会 食物就卡在上面 那如果说是放在舌侧里面的矫正来讲 其实因为舌头它有一个空间 会去去移动 所以有时候自清效果 就是我们还没有去做清洁的情况下 有时候自清效果 它就会有部分的残渣 它就会清除掉 许多明星采用的舌侧矫正 在技术上也有所突破 从过去手工制作 进展到现在采取数位化辅助 属于较高端的治疗 那过去来讲 事实上你要去产出 就是你沿舌矫正器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透过手工的方式去排压 然后慢慢的就是 转移到嘴巴里面去 但是现在有一些数位化的辅助方式 事实上可以就是 慢慢透过这样的方式去产出 甚至有些现态可以透过 数位化的方式去完整 然后就是可以直接 就是转移到病人嘴巴里面去 就是事先透过计算的 目前三种矫正方式都属于自费项目 其中传统矫正约10万元以上 隐形矫正及舌测矫正 则需要20万元 比较难处理的个案 甚至可能需要花费30万元 建议民众事前与医师充分讨论 选出最适合自己的治疗方式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导 2024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 在世贸艺馆登场 台北市观光传播局 以探索台北夜游区 减碳永续小旅行为主题 串联台北建成140周年 市立动物园建元110周年 以及大稻城夏日节等系列活动 邀请大家来台北体验 丁炭小雨旅行 天马戏创作剧团 带来热情活力的演出 呼应明年双北世界壮年运动会 也带出台北的热情 北市吉祥物熊赞 与市装运吉祥物壮宝 也现身在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的台北館 邀请大家来体验低碳小旅行 台北館在这次的活动里面 其实我们有几种活动 包括现场的活动 就是我们有舞台活动 然后我们也有台北的QA 跟互动的活动 另外有一个名人开奖 还有一个消费满额里 另外我们在线上也有活动 线上就是FB贴文 我们送赠品 还有就是FB的贴文打卡送赠品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在台北館的拍照打卡 也会送赠品 所以欢迎朋友们一起来 那这次台北館的活动时间 从5月3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到6月3号 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希望 到想到台北来逛的朋友 都能够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场馆来 那里面有一些优惠措施 一些商家也会有优惠的这个产品 欢迎大家一起来采用 跟着台北市副市长林一花 观传局长王秋冬 以及熊站壮宝逛展 体验台北生活好物与在地好味 推广走进猫空 花印台北 台北生态旅游等活动 台北館展馆设计 也使用可回收材质布展 减少使用一次性材料 落实绿色会展精神 我们这次是以探索台北夜游区 以及低碳旅游小旅 低碳永续小旅行为主题 来扣合台北市政府 低碳永续城市的这个政策目标 所以大家看到我后面的这个展场 其实我们都是用低碳永续 还有环保的这个材质来布建的 那将来我们到其他地方去展的时候 也会用这些材料来重复使用 所以我们也实在实在在落实了 绿色会展的这个精神 那台北在今年啊 有建成140周年的活动 也有台北市立动物园 建云110年的活动 那现在我们更有 2024台北水浮嘉年华 以及即将要到来的大道城夏日节等等 其实今年的活动非常的多 那我们扣合 我们配合基北北淘 我的减碳存折的这个活动 可以让各位朋友们 运用我们的捷运公车海铁或者是U-bike 能够到台北的每个地方 那加上基北北淘整个的配合 所以可以在北台湾地区好好的来旅游 当然台中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我们也一起希望大家同时照顾台湾的北部跟中部 那另外我们除了今年除了我们刚跟大家介绍的这些活动之外 其实到年底之前台北会有很多的系列活动 来欢迎各县市的朋友到北部来到台北来 那我们台北市跟新北市呢 共同举办了一个2025世界壮年运动会 也将在明年5月17号开始 各位如果是30岁以上 觉得想要来跟来自世界各地或全国的朋友们 来做一些友谊的竞赛的话 那这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活动 到6月17号之前 我们的报名都是打折的 欢迎大家踊跃的来跟自己挑战 来参与这个世界壮年运动会 那我想在这一次的活动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台北馆 也有很多的这个厂商来配合 他们都是台北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厂商 那我来跟大家也稍微介绍一下 包括我们台北市貓公休闲产业 这个社区发展协会 还有好乐好传公司 熊站博客 彭玉满 四星鸡蛋糕 还有来好 李廷香 Ubike等等 这些我们的厂商朋友们 也提供了很多的优惠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观台北馆 一起来感受台北的魅力 台北是一个多元友善的城市 再加上我们周边也有桃园 也有新北 也有台中的馆 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支持台湾的观光产业 我想在疫情结束之后 大家也许都急着出国 但是很多人出过国之后 同时转回来 来欣赏来享用 来到台湾的各地区走一走 让我们自己国内的观光产业 也能够蓬勃发展 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为期四天 集结250家海内外厂商 一同共享盛举 随着暑假旺季即将到来 抢工旅游商机 欢迎来台北旅游 记者问句台北不到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期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农粮署持续接轨农产进入通路市场 福岛香蕉策略联盟成员与物流业 连锁早餐企业合作 在全国知名的汉堡店供应国产香蕉 让消费者到门市吃早餐 还可以享用得到国产新鲜高品质的单根香蕉 香蕉富含糖类维生素矿物质 更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促进消化 以及钾离子可以平衡体内电解值 除了量饭店、水果行 消费者现在到早餐店 也可以享用到国产新鲜高品质的单根香蕉 这个产地的香蕉除了过去我们香蕉 已经供应到这一个连锁便利商店 那当然超商也买得到 今天我们多了一家辣椰汉堡 450家门市要供应我们单根的香蕉 让我们给它鼓励一下 要促成这个合作实际上很不简单 那辣椰汉堡是国内联锁的早餐店的一个品牌 那家数也这么多 大家都知道早餐店 比我们的便利超商还多 比我们的茶饮料店还多 因为早餐是最重要的一餐 我们一天佛力的来源都要靠我们的早餐 那我们感谢早餐店也能够跟我们产地合作 这个要跟产地合作 产地供应相交 也要有加工的一个技术 所以我们这一个衣食醉公司 就是我们前日物流的集团 那前日物流它这一个 我知道是嘉义大林产 有最现代化的香蕉的一个 催促的一个技术 那加上我们在国内相当强大的 这一个物流配送系统 所以我们可以从生产到加工到物流配送 最后感谢拉雅的一个通路的支持 让我们这一个香蕉 可以从这一个产地到餐桌 能够来供应给我们国内的一个消费者 农粮署持续深耕农产导入主流消费市场 即量贩超市超商的连锁通路 在早餐店450门市供应国产香蕉 自从108年农粮署辅导 成立香蕉产业策月联盟以来 其实策月联盟是一直在持续的壮大 我们今天的成员里面 包括各位可以看到 如济食品是供应我们Seven 还有全联一个非常大的通路商 我们的益荣农产 就是我们余志荣董事长 他们提供好事多 以及有非常多的像Seven或者是全联 那永兴以及我们的永兴集团 还有我们的家登提供什么 全家便利商店 我们的七三果菜合作社是我们全台湾 苏日香蕉最重要的一个伙伴 所以各位可以知道 我们香蕉策月联盟有多么的壮大 就是只要在国内外重要的通路 我们香蕉策月联盟的成员 都提供了一个最坚强的后盾 就是说我们的青椒是不会中断的 那经过这次农粮署的煤盒 我们的车月联盟可以提供最优质的青椒 那经过全日物流的最优质的催熟技术 我们当然就可以提供最优质的香蕉到拉雅汉堡店 那生鲜的东西尤其我们可以想象它需要能够入彩 然后要进入到450间店 效期又非常的短 其实有非常多的困难必须要能够克服 那所以这个过程中我也有大家所有的伙伴 一起非常努力在细节上面 这么长的旅程的所有细节上面 才有可能让今天的事情真的成真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那再来就是非常感谢农粮署 还有车月联盟的伙伴们 在路上给我们的非常多的指导还有支持 那才可以从产地到品质到所有的风险控管 都可以更完整的落实 然后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全市集团的陈董事长 在这些年在台湾的升迁供应链上面 做了非常大力的投入 才有办法让我们现在很多的理念得以成真 得以发生 最后也想要感谢就是乌龙礁的大推手 陈韵然老师 那因为八年前是老师的努力 才让这个世界看见台湾的乌龙礁 据说日本人是称他 回忆中昭和的味道 那现在让未来我们台湾会有更多的消费者 可以在早餐的时候就可以吃到这样子的幸福的美味 他不是说我们来卖明天就来卖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非常幸运的是我们有伊斯翠这么这么优秀的伙伴 我们从去年开始伊斯翠跟拉雅汉堡已经开始在做所有全台湾生菜的配送 所以我们拉雅汉堡全台湾450间店的所有店内在用的生鲜蔬菜番茄 全部就是伊斯翠跟全日物流这边能够提供的冷练的没有断点的这个无毒的生菜 那既然这件事情一旦推成以后我就还开始想 吃了这么多香蕉 然后各个通缘卖得这么好 有没有办法可以进一步的整合我们的上下游 并且帮助到从产地跟农民提供到我们的消费者手上 那从明天开始很兴奋的宣布 全台湾450间的拉雅汉堡都可以买到就是我们现在台湾自己很骄傲 就是陈老师这边推手推出来乌鸣椒 我父亲也是非常爱吃香蕉 我记得当那个伊斯翠这边提供样品的时候 哇他自己拿了一大把回家 我想说不行不行大家都要吃了你怎么拿走 他说我要回家吃 他说他放了一个礼拜还是这么好吃 我觉得这还是要归功在于伊斯翠这边非常努力的 有办法做到冷练以及这个日本进口的这个催熟的技术 我记得我那时候跟着团队去在嘉义的这边的那个仓厨去看 哇好大一间非常非常的先进 做得非常厉害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件事情由我们拉雅汉堡来做一定可以成 农产署今年也辅导产销班农民团体农企业及通路业者等 整合组成香蕉产业策略联盟 从生产加工到行销 推动产销履历溯源管理 席选作业 专业催熟技术以及低温配送等 产销物流一关化作业 让国人可以享用到国产优质安全安心的香蕉 记者问句台北不到 明天开始的拉雅汉堡就能够买到餐 你有玩过地狐球吗 这一项由冬季奥运项目冰湖球演变而来的投职运动 因为不需要肢体碰撞 男女老少都可以一起组队参加 台北市信义区公所就特别与信义运动中心合作 举办地狐趣味争霸赛 吸引了26队报名参赛 在台北市信义区公所区长陈冠林与三位里长共同开球下 地狐趣味争霸赛正式展开 这项源自冬季奥运项目冰湖球的新兴运动 因为场地限制少 只要有平滑地板就可以进行 加上投湖过程 比赛双方不需要肢体碰撞 比的是哪一队直出的地狐最靠近中心点 男女老少都可以组队参赛 无法蹲下去的长辈或轮椅人士 也可以透过辅具工具享受竞技乐趣 第五球它是 它比较不会不需要走动 那它是比较需要策略性 但是它又不像下棋一样 是我想要把纸下在哪一边 然后就可以直接倒 我们不需要靠手去丢核 然后让核到达我们想要到的位置 第五球对于耐心跟策略 会比较有帮助 因为它需要你就是在 心态比较稳定的时候去丢 会比较理想这样子 第五球会需要蹲下去 去进行直呼的动作 但是对于轮椅 一些行动不变者 我们也有玩 我们有那个推杆可以辅助 它不用蹲下去 然后就直接去进行直呼的动作 在去年首度事半获得好评后 台北市新义区公所今年 继部与新义运动中心方面合作 扩大举办 更加码提供前三名奖金 结果吸引了26队报名参赛 整个新义区公所的大礼堂 热闹滚滚叫声不断 我们会挑中这个地府比赛 主要是因为它非常的老少嫌疑 而且在室内不受天后的影响 就可以在这边 大家可以玩得非常的开心 那去年我们第一次 在运动中心有试玩了一下 就有获得非常热烈的好评 所以后来我们就发现 原来人家这个是有正式的比赛的 我们就把它变成一个稍微正式 但是跟真的国际上面正规的赛事 当然还是有点区别 我们把它跟这个趣味竞赛 就是结合在一起 那所以你就会发现 我们今天这一次报名的 队伍就非常的踊跃 那我们今天这个比赛 就会是一整天的一个活动 那比较特别的是 今年我们有下重本 我们是有提供奖金的 所以可以看到大家 非常的磨刀祸祸 而且从一大早 其实就已经有非常多的礼民 很早很早就来这边做练习 看得出来大家是非常的想要 拿到这个比赛的冠军了 新一区也有十一位里长 热情响应组队报名 有队里长更亲自下场直呼 平常就有打网球习惯的副台里里长 罗志佑直说真的很好玩 因为我很想鼓励里民多运动 然后这是一个很刺激 又很有趣的活动又很健康 所以我就组了两队来参加这样 那之前没打网球 我从来没有 所以很有趣的 很有趣很有趣 对 你组组办这样的活动 你觉得是 我觉得很棒 因为这好像是才第二年吧 第二年 所以希望说 在很多里长的推广之下 我们可以慢慢推广这个活动 然后让更普及 然后更多人一起来参加 因为他这个活动真的是老少嫌疑 台北市议员秦慧珠与洪建益 也出席支持这项老少嫌疑的运动项目 让市民朋友都可以轻松享受运动的乐趣 信义区公所今年办的这个第五运动赛 评良心讲 比较不一样 别出新灾 而且我个人认为说 这个是老少嫌疑的活动 也不是很激烈的 不管你的年纪到几岁 只要你走得动 其实都可以玩 而且非常好玩 再加上这个的趣味性 我相信不比篮球 甚至于其他球类的差 我支持这种活动 也谢谢信义区公所 今年想出这么好的一个花样 新的一个球类运动 竞技运动 我相信信义区民 大家都会非常喜欢 除了有趣又好玩的地狐球竞赛 信义区公所方面 还在现场宣传 明年即将登场的 双北世界壮年运动会 只要年满30岁就可以报名 6月17号前完成报名 还有早鸟优惠 邀请大家一起来与世界挑一场 我们在这边也做了很多 双北市壮运的这个相关的宣导 那现在还在早鸟报名的期间 我们大家也非常的欢迎 我们所有的李明 30岁以上就可以来参加这个 双北市壮运的报名 那6月17以前还有早鸟优惠 幸运出发 一起健康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道 又到了凤凰花开的季节 世新大学特别邀请杰出人士 勉励毕业生 中家集团董事长郭冠群受邀致辞 以回答董事长黄仁勋及自身的经历 勉励毕业生要做好每一步的工作 发挥滚水球的效应 相信奇迹就会发生 世新大学112学年度毕业典礼6月1号 2号在世新讲堂隆重举办 分为新闻传播学院 人文社会学院 法律学院及管理学院 以及博硕士班5个场次 共2000多位毕业生 校方特别邀请杰出人士担任嘉宾 中家集团董事长郭冠群受邀致辞时表示 遵循梦想是毕业典礼上的标准说法 但事实上毕业生们并没有足够的经验 了解什么是真正的梦想 而要先以负责任的态度做好每一步工作 Follow your dreams 这个好像是一个所有毕业节理最标准的说法 Follow your dreams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生涯开心节理 它会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们还没有足够的社会经验 告诉你们什么才是你真正的梦想 第二个呢你们很可能会因为你们的梦想而变成也高手低 做不了好的事情 这个观念呢 如果你去看现在台湾最热门的人物是谁 是恩利亚的黄仁勋 他在身份里也讲到里面好几次讲到类似的观念 让你Follow your dreams 要去接受拥抱所有最困难的责任跟任务 因为这个会建立你的责任感 会建立你的执行性 各位同学们 你们今天什么是最好的投资 都投资你们自己 你们今天有什么最大的狠奇 就是你们年轻 我可以给你们导致你们好好过一个学期 现在开始用私人的态度去做 15年以后 你们一定会有一些一定会有一些 一辈子没有想到的梦想 好奇迹的发生 现场郭冠群董事长还以有奖贞答的方式 送给毕业生们牛排大餐 与三万元的毕业贺礼 世新大学校长陈清禾表示 除了邀请郭董事长担任毕业嘉宾 也计划聘请郭董事长作为学校的客座教授 这五年我看到中江学院 也是郭总裁所代理之下的这个集团 善待我们的社会 善待我们的媒体 所以今天我们在我们传播学院的这一个 这个演讲里面 帮我们看看他的想法 那么更重要的地方 我们跟各位宣布一件事 因为是经过郭总裁的同意 本校将在今年的九月聘请郭总裁 作为本校的客座教授 希望借由郭总裁的这些过去的经历背景 以及他在社会的影响里 能够带给我们床后学院 跟管理学院 人文社会学 法学院 都能够做到不同的教会 毕业典礼上还颁奖给成绩优秀 以及在校外有杰出表现的学生 并由所属学院院长和学生代表致辞 新闻传播学院院长阮民俗 勉励毕业生以媒体人的精神 为社会创造正面积极的影响 毕业生们也怀着感恩的心情 感谢师长的教诲 并依依不舍与同学们的相处时光 首先要先谢谢我的爸妈 还有谢谢这四年陪伴我们的好兄弟们 就希望可以本科系吧 就是往广澳大理上走 然后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结果 大学玩得很开心 尤其是大一大二 然后有点不想毕业 因为还不想就业 谢谢老师 这四年对我们的教导 我是四星女兰毕业生白琪薇 然后我是公广系的 四年来虽然在场边陪伴学妹 但是就是我都可以知道 他们在场上是很辛苦的 然后教练团也是非常辛苦 然后但是也很感动 四年来都是拿到冠军 然后也完美的落幕这样子 现场毕业生家长与亲友们 也前来见证 这场充满温馨与感动的毕业典礼 并期许毕业生们离开校园后 都能展示高飞 迎向卓越成就与美好未来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强力查清 去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美临路的山崩持续在抢通中 由于事故下方正好是渔船的储油潮 渔会也紧急调派抽油车把油抽干 北林路山崩现场机具一早就启动 进行抢修作业 也把之前被吐石冲入边坡的小货车吊起 而停车场下方受困六辆车陆续运走 透过公路总局3D建模图来看 现场大量巨石块 高度大约40公尺 约10层楼高 坍塌面积出估1500平方公尺 至三个篮球场大 坍塌的土方量更是高达12000立方公尺 预计要到6月11号才能够抢通 这边有一些边坡 其实它历年有一些零星的小落石 它属于坡面的部分 所以我们大概都做了一些 就是喷浆混泥 然后把它稳固 然后这个直升卦网 所以直升卦网这几年 其实它的整个的 这个树木跟富裕的状况也都不错 所以空拍建模起来 其实是并没有就是说 封它的增长 那可是就是说零星的布网 其实我们都还在 公路总局前例抢通 市长谢国良 中午特别带来便当和饮料 慰绕辛苦工程员 也关心抢灾进度 它的那个能量 那三台的破碎机是比较大的 200是一般我们就是 正常的挖土器的大小 但是那个现在就是 一边碎解这个快食之后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要做便道 因为这个我从下面挖的话 上面还会再供它 大块的落石滚洞 会影响市民的安全 而且会造成更大的公差 所以我们必须就是 一阶一阶的往上爬 那所以现在就是 把整个快食列解之后 形成一个平台便道上去 那我第一阶平台 就是平台就要设在那里 对 我们现在大台的快手 高度大概就在四五公尺 第一阶平台的位置 我们还是非常关注 我们能够恢复通行的日期 那当然我们昨天晚上在前进指挥所的时候 我们的公路总局的分局长 基本上是跟我们承诺 希望礼拜二能够准时的通车 那当然今天是一个好天气 所以我觉得对于市工的进度 就绝对有帮助 所以我们希望未来几天的天气 不要影响到我们的一个救灾的情绪 我们希望能够准时在下周一左右 能够完成场空 周二能够通车 而在台湾县基隆境内路段 有很多易落实地区 市长谢国良说 已经致电立委林佩祥 希望未来能够争取中央预算 提早监测和探勘 我刚刚也打给了我们的公路总局的陈文睿局长 因为其实所谓的台二线 在我们基隆市的境内 其实路段蛮长 那最近呢 其实有很多是一个易落实的地区 我也请我们公路总局 不只是除了今天坍塌的这个路段 是他们负责以外 我们希望在基隆市境内的部分 我们需要公路总局积极的来协助 来把未来的可能的易危险地 要做好提早的监测跟探勘 那对于我们基隆市本身 自己在养护的部分 那我们一方面来用防灾准备金 来进行救灾 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用我们自己的预算 来去做更多我们基隆市 我们自己在管農 这个五十六亿 这个比较危险地区的一个监测 那另外我也打给了这个 我们的立法委员林佩祥 跟他表达说基隆市 其实这个有一些相关的监测 的一些预算 其实人有不足 那这个监测的经费 其实也不能不太适合 用所谓的灾害准备金 来这个动支 所以可能也请他 跟中央协助 这次三崩地点下方还有一个余会的加油槽 落石掉下来当下也吓坏不少人 进入去余会一早就请来中油油罐车 前来抽油 昨天当发生说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 现场还好啦 只有一块小石头砸到旁边的小油桶而已 那油库本身我们马上检查 完全没有漏油 现在只是为了安全己见 为了施工方便 所以我们把油抽走 昨天发生严重的一个落石现象 那这个落石的下方 刚好就是我们在 长滩渔港非常重要的一个加油的一个场域 那所以昨天也立即协调基础市政府 应该在上面来做一些基础的一个防护工作 避免这个落石造成二次的一个伤害 那也感谢中油公司在今天 立即派有相关的一个油车 到现场来做相关油库的一个抽取 那也是为了确保整个区域的一个安全 那这边的话 我们也积极地协调基础区域会 那如果在长滩渔港不能加油的话 是否能够移到八斗子渔港 来提供渔民加油的一个服务 那我相信渔汇目前已经在 研理相关的一个措施 那希望说在这样的相关的 安全保障的措施当中 也可以兼顾渔民相关的一个权益 公路总局预估 最快要10号才能把土石清理完毕 11号开放通行 但就怕近期封面报到 又造成第二次山峰 现在除了抢修 也要研发土石崩落 并避免造成更大危害 记者黄绍铭基础报道 而潮进公园前的大山崩 路整个中断 不止民众受到影响 包括潮进公园内的店家 都受到冲击 市长谢国良前往视察 将在6月6号邀请潮进商家开会 拟定正新方案协助商家 从户外绝美的海景 潮进知名火锅店 平常到了吃饭时间 游客坐满满 但现在放影望去 一个客人都没有 让业者好无奈 很难订啊 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有订 然后没有订到这样子 今天刚好 出来想说碰碰硬去这样子 刚好被人碰碰 对啊 道路上的话 是一定会有一点影响 因为毕竟外地人 比较不知道说这个 进来的位置 对啊对啊 受到北宁路山峰影响 潮进公园内的餐厅 店家冷冷清清 你们今天还是出来做 没有摆摊不行 还是做 对啊 这样大概会少多少 平常本来就比较少人 对啊假日呢 假日就影响更大 嗯 你们本来想说端午节可以 对对对 就是 这边就景 就是夏天会比较好 啊东北激光这边就没有人 啊下雨趟就比较少人 那希望端午节的情况在通吗 还是 好像刚好卡在端午节 过两天 我会跟潮进这附近的店家 大家有一个座谈 针对于这个礼拜 他们可能有的一些 大家都可以看到 路完全断掉了 然后他们也 没有任何的收入 所以 虽然店家不多 但是我们还是会 针对这些 生意受影响的店家 跟他们座谈 然后希望在这个 恢复之后 我们能够连同附近的店家 商家还有海科馆 来做一些灾后的一些振兴 希望他们的这个 生意 跟他们的一些 这个营收 能够尽快的恢复正常 即便如此 还是有零星的游客 到海岸边看海 拍照打卡 心情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因为山梦意外 导致道路中断 连载影响商家 金融市场谢国梁勘灾时 强调会邀及 潮进公园商家 提出振兴方案 帮助大家渡过难关 记者黄稍民就有报道 市议员张耿辉 在市长市政总质询时 特别关心目前的应变情形 要求市府特别监测 七堵区的大小桥梁 而且要用专业的仪器来监测 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对于中正区北林路 6月3号下午2点多突然发生 大规模土石崩落的情况 市议员张耿辉 在市长市政总质询时 也特别关心 咨询市长谢国良 目前应变的情形 虽然这个权责 但我也晓得是公务总级 交通部公务总级 检释维修 都是他们应该要做的 不过唯一一点就是 土地在我们基雄市的土地上 当然在整个 对我们基雄市的影响 还也是会有 因为毕竟离潮进公园 很近 那相关的作为 我们事务有什么作为 所以说我们跟公务总局 现在有双方来合作 希望能够尽速的抢通 我们这一段 已经被阻断的道路 首先也先安排了替代的路线 那我昨天晚上 再度的回到了前进指挥所 跟他们的分局长 讨论目前的工法 实际的进行跟一个情况 那公务处的同仁 有些记政相当的辛苦 忙得相当的晚 那就为了要希望把这个 所谓这个油草 因为它这个下方有一个 中油的油草 希望能够把它 能够呢 就是保护好 不要让这个 它的未来的一些 这个摊邦 就是可以破坏到这个油草 那也请中油把这个油草 来把它抽干这样子 那目前预计是大概 我中午左右 会再过去了解一下 最新的进度状况 因为是担心 连日未来的下雨 会影响到工程的情形 不过原则上 我们大约是定大概 下礼拜一左右 希望能够把这一段的工程 能够抢修完毕 然后恢复这个附近的交通 张耿辉也认为 危机就是转机 也要求市政府 要特别监测七堵区的大小桥梁 不要只用目测 而要用专业仪器来监测 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403的地震以后 对于我们 尤其七堵区的桥梁 七堵区的桥梁 就有八个重要的桥梁 从我们大华 一进来 它是没有钢钩的 包含重置 七弦 六合 百湖 五湖 十建 还有我们千祥 总共八座 包含我们北二高 万瑞系统交流道 大华系统交流道 六合快速道路 那个都在床 河床底下来弄结构的 那本席也提了案子 我希望公务处 不要用目测的 你一定要有仪器的 目测没有比仪器更厉害 很多今天就是发生这种事情 目测觉得不怎么样 结果 路大湖累积了 常年累积 它逆向坡就是累积 一下子垮下来 不幸中的大幸 幸好昨天没有伤亡 也刚好不是假日 不然不得了 市政府公务处也回应指出 特别是在0403地震之后 除了目测之外 也有用仪器检测全市的大小桥梁 初步检测结果都是安全 请市议员放心 那这个部分 就不止只有目测 我们还有请那个专业的 技师厂商 利用相关的仪器 来来进行一个 地震后的一个测量 一个检测 初步的检测结果是 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异状 那这个是针对02 就0403的一个地震的部分 那针对就是平常的部分 其实我们有针对 我们前市的196座桥梁的部分 我们来做一个 就是依照我们的公路局的一个规范 我们来做一个 我们分成AV两组 来做一个 一般性的一个检测 跟一个修复 那每年我们都会变列 变列一笔一算 来做这方面的一个例行性的工作 那针对这个部分 我们就是检测完了之后 也是请专业的 厂商来进行检测 检测完了之后 有需要维修的部分 我们当年度 就会立即编一算来维修 市议员张耿辉 也要求公务处 要把检测结果 送给议会议员们 来了解 谢谢记者 吴俊松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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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这个正式第五视频